肖亚轩身染艾滋消失近三个月 经纪人已证实,网友,早晚的事 我们都知道娱乐圈是一个大染缸,特别的混乱 比如经常会爆出某某明星出轨啦,某某明星离婚啦 对于这样的新闻身为吃瓜群众的我们已经都听麻木了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女星客 是跟这些情况完全不一样 她则是被爆料身患艾滋 肖亚轩1979年8月24日出生于台湾桃园县 是华语流行旅歌手 说起来肖亚轩已经快40岁了 保养的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传出肖亚轩身患艾滋病的消息是来自网络 有一位网友在网络上信誓旦旦 得说肖亚轩身患艾滋病 而且她的经纪人也站出来承认证实了这件事 但是很快肖亚轩的经纪人在微博 尚否认了肖亚轩身患艾滋这个消息 经纪人称肖亚轩只是嗓子出现了问题 那么网上为什么会传出肖亚轩身患艾滋这样的消息呢 肖亚轩不仅长得好看 而且歌声也是非常的好听的 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她已经很久没有出现 也没有任何关于她的消息和热度了 许多关心她的歌迷都知道 肖亚轩已经失踪三个月了 说起来还真是有点奇怪呢 肖亚轩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喜欢在日常的生 我终于每一个喜欢她的人分享一些东西的 但是最近都没有消息 这也让许多歌迷粉丝们非常的担心 肖亚轩到底怎么了 难道是因为生病了吗 她最新的更新状态是今年的五月 她这段时间去哪了 在做些什么呢 据知情人透露 开始的时候只是谣传她生病了 由于身体状况而丢掉所有工作 肖亚轩经常又痛 发烧 声音嘶哑 严重的时候甚至说不出话来 最近又爆料肖亚轩患上艾滋病 虽然经纪人给予否定 但是看到这个消息后 还有很多网友认为消息是真的 而且很担心其他的明星 毕竟娱乐圈这么乱 谁知道会不会有其他人患上这种病 肖亚轩在娱乐圈谈过不少的男朋友 看来这次这些前男友们要相继排队去医院检查了 不管怎么样 事情的真相终会有水落石出那一天 在此之前我们就静静等待着救援